台铁昨天火车相撞的意外 导致东部的盖线搬车大乱 而加上今天又刚好是端午节的第四天的 四天假期的第一天 而一大清早呢 台北火车站就涌进了大批的人潮 准备买票回家 台铁也准备了加班的电车 希望书姐返乡了旅客 一大清早七点多 台北车站售票处挤满排队的旅客 大家焦急万分拿着行李 就是希望能赶紧返家 因为火车频频雾点 有的旅客是天都还没亮就来排队 甚至还有许多旅客一整夜没有回家 累了干脆就睡在大厅里 就是希望能抢得一张返乡车票 不过旅客一听到台北到花莲 还有座位终于放下心中的大石头 昨天全部都停迟 所以就只好今天很早起来去买票 换到票吗 有换到票 酒店有位置吗 有没有位置 没有位置 但是有做到你应该就觉得还OK 对希望不要污点就好了 端午前夕台铁却发生重大事故 造成东部干线中断 影响旅客上万名 台铁也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 在早上的七点和八点加开电车 希望能减少旅客的困扰 让大家赶紧回家团聚 过个好端午 中山新闻综合报道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生重大事故